歡迎來到營養師說實話 我是婉萍營養師 最近有一個非常非常熱門的話題 中國大陸女星就是賈琳 她為了她的電影 她從100多公斤瘦到只有50公斤 半個字擊唷 但是大家都會想問說 婉萍營養師她這個減肥方法 到底是不是好的呢 婉萍營養師就在這一集 帶大家來看 賈琳瘦身法 第1個就是透過168斷食法 就是24個小時 8個小時可以吃東西 剩下16個小時不要吃東西 最好是從晚上開始算起 到第二天的早上 但是你以為執行168斷食法 就一定會瘦嗎 有些人不適合做 有人執行了 但是很容易腹胖爆胖 所以婉萍營養師在之前 有做過168斷食法的這一集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喔 賈琳瘦身法2 就是嚴格執行減重菜單 其實就是一個循環菜單的概念 那它循環菜單的特色就是怎麼樣 幾乎都是原型食物 營養均衡 顏色很多樣化 一個健康循環菜單 其實就要具備了這些的特色 所以我們在減重的時候 尤其是女性啊 她會有缺點性評寫 所以你吃鮮牛肉 可以補充我們的鐵質 網路上提供那個甲鈴的菜單 它上面其實都沒有寫份量耶 那婉萍營養師你估算的出來嗎 那我們來分析一下 早餐全麥麵包就是兩片 熱量大概是150大卡 水煮蛋一克大概75大卡 那各種水果或蔬菜 我們就先抓大概熱量 就是50到100卡 那午餐的部分呢 雞胸肉就是100公克 大概就是170大卡 蔬菜一份一份 就是一個拳頭大小 就是大概50大卡 糙米飯或五穀飯 大概就是半碗 就是140大卡 那晚餐的部分呢 就是上沙拉 蔬菜沙拉50大卡 水煮蛋啊 大概就是一顆就是75大卡 那點心就是 堅果一般白色塑膠湯匙 兩湯匙啦 那熱量大概落在100卡左右 那水果一個拳頭 大概就是60卡 這樣加起來熱量 大概就是接近1500大卡 可是甲鈴 她這樣的減肥方法 你覺得她適合所有的人嗎 那什麼樣的人比較不適合 就是有這些痛痛死的人 或是有尿酸高的人 那我們真的就會控制 她減肥的速度不可以太快 因為在快速減肥的過程裡頭 你的尿酸或是痛風往往會上升 因為肌肉就是一種蛋白質 在這個減肥的過程 她很容易就會流失 我自己在帶過 就是有一個客戶 她在一年內就是瘦了21公斤 那沒有像甲鈴這麼快 就是他們的飲食內容 都是這麼健康 大概都是落在1000到1500卡 差別在哪裡 甲鈴的運動 大概一天運動2到3個小時 運動的種類分兩種 有氧運動 重力訓練 那我那時候帶的那個妹妹 因為自己和她要上班上課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到達3個小時 她就是只有做有氧運動 還有瑜伽 可是她那個時候 並沒有做到所謂的重訓 甲鈴的這個減肥 今天能夠成功 她除了有這個健康的飲食菜單之外 再來她的運動占據的這個強度 非常的強 凡能夠讓她怎麼樣 瘦了半個她自己 那我覺得大家最擔心的 你可能也跟我一樣 會不會就負胖啊 快瘦往往就快胖回來 比如說 我就是通通恢復到我以前的飲食習慣 那你就會這樣子 登登登登登登登 而且會比100公斤還要更多高 我很可怕耶 你瘦到很滿意的時候 你要做到的是什麼 我要讓這個50公斤維持兩年 至少一定要半年 你身體才會記住這個新的體重 它才會有變成這個新的代謝的基礎值 你說得到嗎 我努力 我們聽說婉萍營養師也不太愛運動 我其實也沒有愛運動 但是我常常走路 增加一點點活動量都比你怎麼樣 沒有增加活動量來的還要重要 我們都很清楚要持之以恆 那是不是這樣的飲食習慣 還是要按照正確的指示來執行 沒錯 甲名受身法3 攝取優質典粉 但咧 你不是常常講 減重不要吃太多澱粉嗎 可是剛剛我們看甲林的菜單 他幾乎三餐也有澱粉 他幾乎每天都運動 而且運動都是2到3個小時 而且是強力的有氧跟重訓 那如果他是零澱粉的人 其實他是沒有辦法 有體力繼續做這些運動 吃對了足夠的澱粉 可以讓你身體有充分的燃料 那什麼是優質的澱粉 就是纖維膏 優質澱粉1 就是糙米 兩份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一般自助餐的小碗飯 那這樣的熱量大概140公克 纖維多 B群也多 B群可以幫助我們的身體的代謝 還有我們的肌肉的這個強度 都有跟它有關係 優質澱粉2 地瓜 其實便利上天都有賣地瓜 那個小地瓜就是所謂的澱粉2份 140大卡 纖維膏的好處就可以幫助我們腸胃弩動 尤其是減肥的人 本來吃這麼多變成這麼少 很容易會卡關 這個時候增加纖維就可以幫助腸胃的弩動 那優質澱粉3 就是南瓜 那南瓜大概就是一般吃飯的碗裝一碗 就大概就是100卡的熱量 也就大概是兩份 那南瓜的營養素除了纖維膏之外 它還有護眼的營養素 像是玉米黃素 Beta胡蘿蔔素 都是非常豐富的 優質澱粉4 就是馬鈴薯 兩個小拳頭的馬鈴薯 就是所謂的澱粉2份 熱量大概就是140大卡 那我也可以去吃麥當勞的薯條 不一樣的 那它有油脂 增加了油脂熱量 幾乎增加了4倍的熱量 所以記得就是吃圓形的馬鈴薯 但是不要吃洋芋片還有炸薯條 優質澱粉5 就是玉米 大概就是一根 這一根的熱量都大概落在 就是所謂的兩份的澱粉 熱量140大卡到180大卡 差不多在這範圍內 那玉米的好處是什麼 人在這樣咬咬咬的過程 會把你的這個交感跟副交感神經 讓它去做個平衡 否則為什麼當你壓力大 就會有壓力肥 就是因為壓力大的時候 不自主怎麼樣 你就是想要去咬東西 那我就會推薦玉米 非常的適合 這樣就去吃壓力太大了 今天甲鈴的減肥方法 有非常的吸引你嗎 好那還有沒有什麼樣的 其他減肥的方法 完平營養師 下次要來分享520減肥法 你有沒有非常的想要聽 想要聽的朋友 請在下面按加1加1加1 好下次來告訴你 記得方完平營養師按讚追蹤 訂閱還有分享喔 我們下次520見囉